早前到訪四川和重慶的曾俊華在網至中華 雖然重慶屬於內陸城市經濟發展比起沿海城市起步慢 但隨著近年國家經濟高速騰飛 重慶積極推動城市發展吸引外商投資 尤其SIPA實施後 港商和專業界別的專才在當地更有不少機會 他提到內地積極發展城鎮化 意味著會出現巨大的投資機會和消費需求 希望港人可以留意重慶市長遠發展策略和抓緊這些發展機遇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譚宇宙報導